现居长春市燃气公司退休 退休金2500元 住房面积38平米 穿着少牛仔衣 我挺喜欢牛仔系列的 她年轻啊 也不年轻吧 60岁以前吧 还有很多人说我年轻 现在60岁以后就很少人说了 不 我觉得年轻最少了 不是二老师 有没有觉得我们姐很年轻 初见赵大姐一身牛仔衣 咋看都不像已经64岁的人了 这不热情的赵玉敏赵大姐 想让红娘去参观一下自己的小家 小头掐也是 自己买的 挺好美的 到这里看一看 你看这买的各种各样的 这大的 这些是小的 你看这小掐都有的 她这么喜欢掐的 最后看着喜欢就买这样的 这个去年上韩国买的口红 这口红颜色可好了 这口红100块钱 我特别喜欢牛仔服啥的 牛仔系列的 你看这个裤子你看 肥大的这裤子 她抵着身上花包的那种 你看 好年轻啊 那我愿意打扮自己时尚点的 阳气点的 买衣服我就挑这个 能让自己年轻点的 这是喇叭裤吗 这个是喇叭裤 这个都已经好几年了 今天好看就买 像这牛仔服啥的 你看 这不这个上几天买的 这个是韩版的 女魏月吉者容 心态年轻 直接体现在穿着打扮上了 除了爱美 赵玉敏大姐还特别注重养生 养生的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重点内容还做了标记 不仅如此 赵大姐还保持着年轻的秘诀呢 把自己能不能借吗 都在门口放着 然后和另一家 这不一家店吗 谁会不差 那一家的动作很多 我能给你学吗 那行 我身体没那么软 没事 吸气 往上 上去 吸气 完了 后患 我就是小时候就能平 就是弯腰 体擦擦都能做下来 这个对我来说还挺轻松的 像我们经常穿吧 这筋已经都可松软了 筋穿长一寸不厌寿十年吧 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 都处计练去 不愿意在家 你说一会儿在家是没意思 挺孤单寂寞的 其实愿不愿意买这些装备上的 有 这个是有新买的 我十块钱买的这小衫 这是夏天穿 就是一家馆热的时候了 买的时候都挺贵的呢 这个是一身一家服 这是裤子 配一个小短裤吧 你看着喜欢的就买 这都是一家服 这都是 不仅是瑜伽练了这么多年 打太极也是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之所以把自己的生活拍得满满当当的 是因为不想自己一个人空手在这间房子里 下乡当真知情 在农村待了七八年 就跟那个当地的一个 是灰相的 就跟他结婚 跟他结婚以后吧 就发现他就不务正业 就爱赌博 几天几天也不回家 你说我领寒的时候 我就已经俩孩子了 我跟他俩就办离婚手续了 婚姻的不幸福 带着两个孩子的艰辛生活 让年轻时的赵玉敏大姐 不得不选择坚强面对 不过这些他都已经挺过来了 现在的生活充满快乐 唯独就差一个老伴 共享晚年了 每天晚上我都看那个 你们那个节目原来不晚 我就看那个 就是有一个叫姓段的 那个男嘉宾 我看他就是会打太极拳 挺好的 有共同爱好 有共同 对 两人有共同爱好 这一主要有一点 我看他对他那个前妻 还挺纵感情的 对那个床头 还摆着他那前妻照片呢 对我看见了 主要是看人 人要是脾气性格好啊 不吸烟不打麻将 不喝酒啥的 这个我都能接受 另外就是身体健康 干净利算 屋子啥都手着利索的啊 尤其是这男人吧 比小心眼 比金金鸡脚 因为张平那是最好了 我挺喜欢宾哥哥的 说话办事都雷利风行 其实话啥快 速度有速度 不磨叽 向赵大姐介绍完张大哥的情况之后啊 她觉得缘分得靠自己争取 所以红娘在赵大姐家楼下 安排了两人见一面 哎姐 嗯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 今天咱们一起相亲的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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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敏赵大姐 你好 我家就住这个小区 就这个楼里头啊 我这个房间挺小的 那你们这楼不错 就不要你上楼了 我上楼了 哈哈哈 然后咱们到吃饭时间了 咱们吃饭去吧 吃饭 嗯 行 嗯 其实我刚才我说 我说我喝了 我这个时候就感冒了 你不得不问人家解释吗 是啊 我都问我还没问人家 那你看呢 大哥你的意见 去不去啊 去吧走吧 嗯 就过了这个 我来了我才不去 能带进吗 就过了马路那会儿 这火锅店 那会儿有饭店 可以 可以 怎么感觉赵大哥 还有一点抗拒赵大姐 提出吃饭这事呢 没想到啊 到了饭店点菜的时候 这赵大姐心里 确实有那么点不舒服 把这块送给菜还可以 可以50多 哎呦那家50多块 咱们不点那些玩意 这菜都不见了 上这个饭店来 该花就得花 得会享受啊 我来点这个鱼吧 这行 这行 20多块钱 香菇炒秋葵挺好吧 健康 我钱这个25个 行 吃牛腩炖土豆 这个菜挺好 38 不是这个菜我们来 每次都点这个 牛腩炖土豆 这个菜快不快小伙子 快 这个啊 就是炖的小土豆 牛腩炖土豆 不如好吃 不好吃 反正我们来点过那个 大概谁不能好吃啊 没法你们看着点吧 没有太简单了 别吃贵 炒东西 别吃贵 炒东西 主食呢 还有主食 主食 主食等我得点干啥 哦 你都得一起点吧 等我得点吧 不用不用上纸 那 不喝酒吧点这些菜干啥呀 你不喝点酒 爸爸你看 他还有水晶包他这块 这会儿主食都有啥 你介绍一下 不要那些了 就干脆就来 都来大米饭 好 太那啥了 不大气啊 就是点个菜 你说那么费劲呢 就大的方法 太口了 个头 长相 都可以 既然相中了 咱就不能在人面前 就是这个 你毕竟是女人 他会看男人花钱这一块 也不喝酒 不喝酒你点一下 你没啥菜 没有什么好菜 这是什么地方啊大哥 这是仙桥 科学厂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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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能不能跟前 哦 这几楼啊 五楼的 哎 你这是电梯啊 是电梯房吗 你那个 我那不是 那爬楼梯不费劲吗 你现在费劲了 年轻起来行 是啊 那你是电梯楼啊 我这是电梯房 你是几十啊 我房间小是公寓小 多大啊 不到四十呢 不到四十平均 那两个人住 我一个人住还可以 嗯 两个人住不了啊 住不了 两个人住不了 高一张双击床也高不了 如果俩人要真实能 能有缘分的话到一起吧 我肯定得上哪个房间住去 不能上我这住 可能性不大了 但是我也有点想法 你说 你这个房子 居然不能住啊 他不想来住了 他咋办 他那房子 他留着干啥呀 条件也不行 条件太不好了 你住那房子 你说大五楼 那旧楼 我还得跟他爬楼梯 我要找的这男的 肯定得上他家去 不能领他在我家住 说话的功夫啊 这饭菜也上来了 退休费多钱 我啊 我两千五 现在攒点钱 就是出去旅游啥的 也攒不下钱 我今年吧 我就打算有对象 我就领他去 准备去旅游的钱 到秋天到冬天 就准备 要是不回来 就上海南 我现在开机 我都没找什么 都攒着 准备旅游的钱 那你要是旅游的话 你预算是多少钱啊 带个两三万呗 两万多 待几个月啊 两万多 那你不能说一下都花了 他姐呢 我要喝 你没听他说他乐溜达吧 我不能上海南 冬天我去不了 冬天我就是 9月份 10月份 我儿子他们要忙的时候 我还得过去看我孙子 就今天这一栋子 就可能年纪都得呢 都得这样的事 你还不太想去 我还想去一趟 我这次不去 后岁数大 你走不动了 可能是因为刚见面时 张大哥有些委婉 拒绝吃饭的请求 也可能是因为点菜的时候 赵大姐觉得 两个人在消费观上 有些差异 所以赵大姐也委婉的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还是年龄嘛 得相仿点的 跟年龄别差一轻 差太多了 你觉得我这年龄有点大啊 总之来看得看 就是演员啊感觉啊 这都得多少都得有 我要求八分也没那么高 主要是这人吧 人品啊素质啊 就是说出事啊 说话办事啊 就是说都得大气点啊 有度量的 别小心眼 别斤斤计较 这样说得 就是说在一起生活吧 不累